早安 今天早上還是在池上 然後要去吃個早餐 然後等等要搭火車往花蓮的方向前進 準備好就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其实每次来到这种传统的豆浆点早餐都会不知道如何下行 都不知道应该要怎么点比较好 然后我就是点了蛋饼跟煎饺 上面写照片 那我们再试试看吧 其实蛋饼其实蛮贼的 但我觉得有一点点很鲜 煎饺我觉得还不错 所以为什么 如果你喜欢煎饺的话 你可以煎一下煎饺 嗨 我刚刚去玩了搭车 然后现在要去书上这场搭车 我们来到了狱里咯 本来有想要租假拉车在狱里附近骑骑的 但后来刚刚查了一下整个路线的路 好像都没有这么远 所以决定都用手的 那我们第一站先去欧雅板块的交接 其实我觉得 预付这一条自行车道其实还蛮漂亮的 旁边整片都是稻田 只是因为我现在来的时间 刚好不是水到最漂亮的时候 但如果它真的是秋收 或者是稻田最北美的时候来的话 应该会很漂亮 整片都是稻田 而且没有任何遮蔽物件大 应该会美 如果你有机会来狱里的话 不许可以来这个自行车道走走 或者是骑假拉车 走在这个旧路铁桥上 其实一个人走还蛮可怕的 走在这个旧路铁桥上 其实一个人走还蛮可怕的 我们刚刚去了欧雅板块的那个交接处 然后秀布兰市上面的路桥真的丰满大的 那我们现在就慢慢的走去吃补餐吧 刚刚吃完了午餐 口味有点偏重 它是可以就是帮忙调整的 所以如果你有想喜欢吃 只要清淡一点的话 可以先跟老板说 那我们现在就往玉里神社的方向走过去 就算了 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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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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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